你好,今天为你解读的是,其实他没那么喜欢你,这本书的英文版大约有15万字,我会用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。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,他一定会让你知道,不需要你为他找各种开拓的借口,而如果他没有做到,就代表其实他没那么喜欢你。 恋爱中的女孩有着脆弱敏感的心,你会因为她的一个电话兴奋不已,也会因为等不到她的电话,插不撕饭不响。 如果对方迟迟没有联系你,你就会一直纠结,心里早就上演了各种剧情。 他是不是被上司临时安排了出差,顾不上给我打电话? 他是不是吃坏了东西,病得起不来床? 他是不是手机被人偷了,找不到我的电话号码了? 他是不是出车祸了? 瞧瞧,可能连你自己都不得不佩服,你有一个当编剧的脑子。 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? 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幻想,他只是不想给你打电话而已。 对,就是这么简单,因为他没有那么喜欢你。 是不是很吃惊呢? 为什么你想出那么多理由,却偏偏想不出真相呢? 因为真相总是不太好让人接受,人们习惯了用温情去宽慰容易受伤的你。 女孩们从小就被慈爱的妈妈劝导着, 没关系宝贝,男孩欺负谁就是喜欢谁,他抢你的东西,那是喜欢你的表现。 长大了,当你跟闺蜜聊起你恋爱中的不顺心时,他也总是好心地拍拍你的肩膀, 劝你说,没关系,你那么优秀,他可能觉得配不上你。 人人多少有些自恋,我们都不愿意相信, 那个人不主动施爱是有原因的,反正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我。 我们害怕面对别人不喜欢自己的现实,所以说选择替别人找借口。 行行吧,女士们,这样做只是在浪费时间,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, 其实他没那么喜欢你,就是告诉你如何判断一个男人到底是不是在乎你。 说起这本书的诞生呢,他跟一部讲述都市女性情感生活的美剧《欲望都市》有着莫大的渊源。 有一天,在《欲望都市》的编剧室里,女编剧丽兹正在和同事们讨论情感话题, 其中一个女孩呢,也遇到了开头我们说的那种情况, 她喜欢上的男孩总是给她发暧昧短信,但就是不见面。 女同事用各种理由安慰这个女孩,直到创作顾问格雷格毫不留情地道出了真相。 对,她没那么喜欢你。 格雷格是《欲望都市》的创作顾问,也是一位情长老手。 更主要的,她是一位男性,她站在男性视角给出了判断, 不得不说,确实正代表了大部分男性的真实想法。 这也让在场的所有女性都恍然大悟, 于是呢,就有了格雷格和利兹共同创作的这本大热的书, 其实她没那么喜欢你。 这本书出版后,成为了全美女孩们人手一策的十男宝典, 还登上了纽约时报亚马逊图书畅销榜榜首,长达五个月。 好,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, 接下来呢,我就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。 第一点,当她让你捉摸不透时,她就是不喜欢你。 第二点,当她感情不专一时,她就是不喜欢你。 第三点,当你总是觉得她不近人情时,她就是没那么喜欢你。 第四点,既然她没那么喜欢你,你该怎么办? 好,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内容。 当她让你捉摸不透时,她就是不喜欢你。 这种情况下,多半是出现在暧昧阶段。 谈过恋爱的朋友都明白,就是在两个人互生情愫, 但又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呢,最让人抓心脑干。 我们不妨通过玛丽和杰克的故事来说说这种情况。 杰克是玛丽的蓝颜知己,他们很早就认识了, 但是苦于不在一个城市,所以说没有发展成恋人。 最近,杰克被调到玛丽的城市工作,他们终于可以见面了。 吃饭期间,杰克上下打量着玛丽,有好几次都夸她身材好。 在玛丽看来,这不是赤裸裸的调情还是什么呢? 这确实是一次愉快的约会,两个人相谈甚欢,还相约,马上再见面。 可是让玛丽纳闷的是,都过了两个星期了,杰克始终没有再给她打电话。 玛丽一直在猜,杰克是怎么想的,为什么不约我呢? 生活中你可能也遇到过不怎么主动的男生,他好像对你有意思,可他就是不约你,恨得你牙根痒痒。 想想你曾经为他找过哪些理由呢? 比如说,也许这个人很害羞,也许他不想葬送了你们的友谊,他可能只想慢慢来,他太忙了吧。 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个男人的真实想法吧。 男人是喜欢征服的动物,拼命追到自己想要的东西,这种感觉会让他们欲罢不能。 遇到让他们心动的女生哪里还顾得上害羞呢? 担心你被别人抢走还来不及呢? 就算是毁掉一份友谊,哪怕你是他的上司也在所不惜。 至于忙嘛,也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理由。 打个电话有什么难的呢? 还没有吃顿饭花的时间多呢? 也就是说,只要他真的喜欢你,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你知道。 如果真的有什么原因让他想慢慢来的话,他也一定会第一时间跑来告诉你。 他可不想让你胡思乱想,更不想你因为失落而离开他。 而因为不好意思说出拒绝你的话,这个理由倒是真的。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故事。 为了讲述方便呢,我们还是把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叫做玛丽,男主人公叫做杰克。 这次杰克突然玩起了消失。 上星期他们还刚刚结伴一起去旅行,一路玩得都很开心。 回来后,杰克说要回趟老家看父母,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玛丽。 玛丽姑娘心痛得要命,他怎么也不明白,杰克是怎么了? 一定要跟他要一个解释才行。 同时他还很生气,这还不如告诉我他死了,至少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不告而别。 是啊,这故事就像没有结尾的电影,还没完呢,主演就消失了。 难道不该有个结局吗? 你想着至少来个促膝长谈吧,就算是分手也要明确告知一声。 不管是恋人之间,生意伙伴还是朋友之间,最要命的就是没有回音。 我非常理解这种磨人的感觉,到了这个时候呢,你可能没有精力帮他们找什么开脱的理由了, 因为你是这么的伤心,这么的愤怒,心在瞬间就破碎了。 但是,你可能压抑不住一个冲动,就是想要给自己一个说法,这样才算对得起自己的感情。 其实啊,这事儿,没你想的那么复杂,人家早就已经把态度亮明了, 没有回音就是在给你回信,消失了就是最明确的信号,他不想跟你在一起了。 格雷格曾经做过一个面向男性朋友的调查,玩过失踪的男人都表示, 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有多卑鄙,可即便如此,等到女友打来电话, 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决定。 至于你要的解释,想来是不是也没什么意义了? 你真的希望他把不喜欢你的理由一一说出来吗? 你有没有想过,不管他怎么解释,给出什么理由,你都不会满意呢?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非要打电话过去追问他,你的感觉会好受一点吗? 你只不过是给了他一个大声说再见的机会, 你现在只是要明确一点,他根本就是不想和你在一起了, 他是个胆小鬼,连告诉你的勇气都没有, 这已经说明了,这个男人没有能力让你幸福。 总之呢,不管是什么理由,如果男人在意你就一定会让你知道, 有很多女权主义者可能并不满意这种说法, 面对就在眼前的幸福难道让我坐以待毙吗? 这都什么年代了,女人难道就不能主动吗? 当然可以了,但如果你想经营一段持久的关系, 你就要了解男人的本性,而不是靠自己的想象和主张。 作者格雷格说,在本性上,男人和女人显然差别很大的, 最让男人们跃跃欲试的是那种不知最后能否将女人追到手的悬念感, 而在经过旷律持久的追逐之后, 抱得美人归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奖励。 经过漫长的进化,这种刻在男人基因中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。 现在你明白了吧,就算是你喜欢主动, 也应该是在对的人身上主动, 先过了选人这关再说, 作为女性呢,不要主动去找她, 说不定她还在为你没有给她征服你的机会而扫兴呢。 好,这就是我们为你讲的第一个内容,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喜欢你, 他一定不会让你猜来猜去的, 如果那个男人没有主动约你, 或者他消失了,不再联系你, 那你完全可以把这当作是他礼貌拒绝你的信号, 所以说不要再绞尽脑汁地挖掘各种理由, 不要再浪费你宝贵的精力去猜, 你只要知道这个不负责的人终于走出了你的生命, 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。 说完这个,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内容, 当他感情不专一时, 他就是不喜欢你。 对于出轨这件事, 不用多说, 相信大多数女孩都是不可能容忍的, 但是让人气愤的是, 某些渣男会把明明是自己的错误, 反过来赖在你身上。 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, 玛丽和杰克在一起两年了, 他们感情发展得一直顺利, 可就在前两天玛丽发现杰克出轨了, 他跟一个女同事保持着暧昧不清的关系, 玛丽几乎崩溃了, 他质问杰克为什么, 杰克倒是痛快地承认了, 原因竟然是玛丽变胖了, 自己对玛丽没感觉了。 你可能会觉得好笑, 这算什么理由啊? 其实面对出轨, 男人们会给出很多看似合理的理由, 比如说我那天喝醉了,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, 比如说我的工作压力太大了, 又不想让你跟我一起担心, 所以就找了另外一个姑娘聊聊天。 再比如, 我跟你的关系好像出了问题,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。 最奇葩的理由就是, 我前女友回来找我, 旧情复燃, 一时没有克制住自己, 又不是别的女人。 要知道, 在恋爱关系中,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, 背叛就是背叛, 没有任何理由。 不信吗?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些理由, 是不是站得住脚。 首先, 他觉得你变胖了就嫌弃你, 那说明他喜欢你的外表, 大于你这个人。 你能保证一辈子不长胖吗? 如果不能, 就算你现在成功瘦身, 将来总有一天, 他还会再出轨的。 而且他还把出轨的责任推给了你, 真是一个狡猾的人, 他能用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, 是因为他清楚, 这么说会毁了你的自信。 人在自卑和无助的时候, 就会急着相信他的这套逻辑, 好快些挽救破裂的关系, 重新找回自信。 我们再来看第二条理由, 酒后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? 到目前为止, 酒后乱性这件事, 从医学上讲并不成立, 因为一个人如果喝到连自己做了什么都不知道的地步, 他连走路都走不了, 家也回不去, 话都说不清了, 怎么还有能力跟别人风花学悦呢?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 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的行为都控制不了, 老是喝醉酒做出出格的事, 那他也不会为你负责。 我们再来看第三条理由, 因为压力大怕你担心, 所以去找别的女人倾诉。 好吧, 如果一个男人不会通过积极的沟通, 和对业务能力的提升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, 而每次都是靠跟一个女人搞爱美来缓解压力, 就算他缓解了压力, 你放心跟这样的男人生活下去吗? 显然, 他并没有能力负担你们的未来。 同样, 把出轨的原因归结于你们关系出了问题上, 也同样是无能的表现。 无论是多大的问题, 正常途径应该是, 当事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, 通过你们两个的理性沟通, 找到能让两个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, 绝不是跑到别的女人那里。 这样的人绝对没有办法经营好恋爱关系的。 再看那条最奇葩的理由, 前女友主动送上门, 这不算出轨。 问题是, 对旧爱有好感并不代表出轨就是可以接受的, 爱情关系是排他的, 就算曾经是恋人, 一旦结束了关系, 开始了下一段关系, 那就代表要忠于目前的关系。 不管出轨对象是谁, 一旦迈出这一步, 就代表这个人没有足够尊重你们的关系, 更加不在乎你们之间的承诺。 说了这么多, 我们无非是想让你知道, 在感情中, 背叛是没有任何借口好讲的。 在你保持理智的正常状态下, 你当然知道, 撒谎、背叛和欺骗这些事, 绝不是一个爱你的正常男人能够做出来的。 不过呢, 就怕一些情感骗子会向你保证, 下次绝不再犯, 哄你一时心软而原谅了他。 那好, 我们再来告诉你一个关于人心的秘密, 背叛一次比一次容易, 第一次出轨的会感觉到道德和良心最强烈的谴责, 但之后呢, 就越来越不当回事了。 所以说, 如果你觉得不应该为了一次出轨而放弃这个人, 那你就要做好准备, 它有很大的概率, 以后还会这样做。 好,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二个内容, 爱情中的背叛是没有任何理由的, 这可不是什么崴了脚之类的事, 一不留神就能发生的。 当他出轨的时候, 不要认为是自己哪里做错了, 这完全是他的责任, 因为无论你们关系中有任何问题, 都可以通过沟通解决。 而他明明知道, 这种事完全可以毁掉你们的感情, 可他还是这么做了, 所以说你要明白一点,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。 好, 当你总是觉得他不近人情时, 他就是没那么喜欢你。 什么叫不近人情呢? 就是他身上老是有一些古怪的行为, 让你觉得特别不舒服, 而他自己的解释却很差强人意, 比如说他很少赞美你, 因为他觉得骄傲使人退步, 他从不带你见他的亲戚朋友, 因为他不喜欢他的家人, 他从不送你礼物, 因为他觉得那些刻意营造的气氛虚情假意, 他经常在朋友聚会时开你的玩笑, 因为自己人就应该这样随便, 再比如他只有喝醉时才说他有多爱你, 而清醒的时候却从来没有甜言蜜语。 这些不尽人情的理由到底成不成立呢? 我们还是先听一听玛丽和杰克的故事。 杰克是一位导演, 他每天都忙着拍电视, 平时似乎也没有时间陪玛丽, 杰克因为压力大, 平时爱喝点酒, 可是一到他喝醉了, 他就会一反常态, 口中吐出一连串的甜言蜜语。 这个时候玛丽就成为了他最重要的人, 这种感觉简直让玛丽着迷, 他认为男人就是需要借着酒劲给自己壮胆, 才能大胆地流露真性情, 何况杰克又是这么一位潇洒不羁的人。 不得不承认, 杰克醉酒后的表现确实会让女生心里感觉暖暖的, 男人在酒后容易做出一些疯狂的事, 这会让女生觉得兴奋和心动。 很多女生会被这种狂野的激情打动, 但是你要明白的是, 人在醉酒后说的话不足为信。 请听听格雷格代表的男性是怎么看待酒后吐真言这件事的。 如果我真的在乎这个女生, 我可不愿意让她看到我烂醉如泥的样子。 这就是男人们的真实想法。 道理很简单, 因为人在酒醉的时候精神处于麻醉状态, 这让人离真实越来越远, 他连自己的状态都是麻木的, 何况他的头脑。 他只是在喝醉了之后才喜欢你, 说穿了呢, 他只喜欢你末末隆隆的样子, 而不是喜欢完整的你。 所以当他在清醒的时候, 也就不会对你多热乎, 因为他根本没那么喜欢你。 所以说, 你不仅需要一个温情默默的男朋友, 更应该是一个在清醒的时候, 还对你温情默默的男朋友。 是一个在情绪稳定的时候, 依然对你不离不弃的人。 谁规定在清醒的时候就不能浪漫呢? 浪漫与这个人爱不爱喝酒, 没有关系。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怪癖, 不赞美你, 不送你礼物, 不把你介绍给他的家人, 当着别人的面, 让你难堪, 这些都说明了一件事, 他的快乐远胜于你的快乐。 他并没有想要为你的快乐, 哪怕做一点微小的改变。 答案也就很明显了, 他不在乎你。 好, 这就是我们为你讲述的第三个内容, 当你总是觉得他不近人情时, 他就是没那么喜欢你。 说完了这点呢, 接下来为你讲最后一个内容, 既然他没那么喜欢你, 你该怎么办? 听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, 你说了这么多, 终归就是告诉我们, 作为女性不要对男性主动, 这是不是太绝对了呢? 因为我的确听过很多爱情神话, 本来男生不待见这个女生, 可是在女生的不懈的追求下, 男生终于被他打动了, 成为了一个知心爱人和他孩子的慈父。 没错,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,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, 这些之所以被称为爱情神话, 就是因为他发生的概率极低, 可以说是世间少有的例外。 你有没有可能碰到意外呢? 有可能, 但是我想说的是, 如果你抱着自己会是那个例外的想法, 很可能让自己陷入尴尬狼狈的境地, 在感情中受伤。 我们可不想让你走上一条艰辛之旅, 竹篮打水一场空,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大概率事件, 就是想给你多一份洞察, 让你在陷入爱情的迷雾时, 能够有机会看清真相, 让你有更大概率收获幸福。 那如果你真的遇到刚刚我们说的这种情况, 应该怎么办呢? 当你知道了他没有那么喜欢你之后, 你当然就是要离开他, 不要再给他伤害你的机会。 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痛苦和失落, 你需要做的就是忍耐, 坚守自己的底线。 在恋爱关系中设置你的底线, 比如说我不会接受不主动约我出去的男人, 我不会跟一个一直让我等他电话的男人约会, 我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已经背叛过我的人身上, 我不会跟一个一直让我受伤的人交往下去。 这条底线会让你在失去理智的时候, 依然知道什么可以接受, 什么不可以忍受。 它能让你保持尊严, 抬头挺胸的生活, 它也是一条标准, 让你明确未来, 想和什么样的男人交往, 然后把这些标准写下来, 并随时的提醒自己, 不管将来遇到多帅多可爱的男人, 都不会因为一时昏了头而抛下这些底线。 有了这个正确的认识, 其实你就会更加充满力量, 也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 你不用在电话旁苦等, 不用在整天向你的闺蜜诉苦, 也不会再误以为男人的那些借口是他们爱的表达, 而是利用大好的青春年华去寻找一位真正宠你爱你的男人。 好了, 说到这里,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,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。 首先我们讲到了, 当他让你捉摸不透时, 他就是不喜欢你, 如果男人在乎你, 他一定会让你知道, 如果他没有主动约你, 或者是玩消失, 就说明他不想跟你在一起, 只是不好意思说。 其次我们讲到了, 当他感情不专一时, 他就是不喜欢你, 爱情中的背叛是没有任何理由的, 这可不是一次交通事故, 不是什么一不留神就能发生的。 当他出轨时, 你要明白一点,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。 然后我们讲到了, 当你总是觉得他不近人情时, 他就是没那么喜欢你, 如果他总是用各种怪异的理由来解释他对你的不在乎时, 不管他的条件再好, 你都可以不用再留恋了, 因为他觉得自己开心, 比你的感受更重要。 最后我们讲到了遇到类似的情况, 你可以怎么做, 你需要做的就是坚守底线提醒自己, 不要再给他伤害你的机会, 不管他是谁, 都不要因为一时昏了头而抛下这些底线, 祝你找到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。 好了,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,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。 想要每天听本书,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, 探书。 探是探索的探。 关注探书FM, 我们不见不散。 avanan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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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eancanon.